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送走多灾多难的2023 充满未知与希望的2024正在到来 法国先知诺查丹玛斯在400年前就警告过大家 2024最少有8灾 其中就包括疫灾 旱灾 水灾和饥荒等灾难 蒂姆经也预测2024加成龙年 灾厄多 其中也提到了饥荒 大家可能会奇怪了 都说多灾多难 你们还说2024是充满希望的一年 可是大家别忘了 2024年是天乏的开始 到时恶者将开始无所遁形 人不治 天就开始治了 对于善良人 希望这个世界有一天会回归纯净美好的人来说 怎么不是充满希望呢 而香港命令师风水豪接受看中国采访表示 2024年立春的八字欠家 显示国运和地运不好 中国2024年祸不单行 饥荒地震异象事故齐来 而且这次风水豪毫不掩饰 直指五毛和键盘侠死更快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风水豪表示 2024年2月4日早上4026分立春的八字非常不好 2024立春的八字以地运来算非常不好 这八字如果出现在人身上是个横死之命 此人的命活不过30岁 摆在国运和地运就更糟糕 2024年金木交战 金代表金融 木代表地产 这表示金融业和地产业都不好 这两个领域是香港的资本 两个都不好 香港的经济就会很糟糕 如此相冲 2024的境况会很差 没得救了 香港人唯有自求多福 2023年中国各地一项频发 例如6月飞霜 极光 换日全部出现了 陆媒报道 新疆2023年12月5日出现神秘光束 有人称那是极光 北京怀柔天空在12月1日出现红色极光 被认为是大凶之兆 2023年4月20日 海南 广东 福建等地出现罕见的日全环石 中国古书记载 日时是不祥之兆 2023黄历6月19 河北平山的天空下起了雪 古人认为6月飞雪 预示天下有大云情 此外2023年12月10日至11日 中国的河南开封 郑州 洛阳 圆阳等地 罕见出现雷达雪现象 一边下着暴雪 一边打着紫色闪电 民间俗语说 雷达雪人吃铁 风水豪说 人本不应该吃铁 但因为没食物吃 被迫吃铁 这表示雷达雪会带来饥荒 2024肯定会发生饥荒 风水豪预测2024发生饥荒 与法国先知诺查丹玛斯的预测不谋而合 12月18日 中国甘肃省临夏州基石山县 发生了6.2级地震 造成至少130人死亡 仅千人受伤 20多万栋建筑物受损 风水豪说 2024的气刚要进来 甘肃就开始大地震了 他说2024年会有很多地震 尤其是东南方特别多地震 因为代表着疾病和地震的二黑巨门星 在2024年会飞临到东南方 关于地震的预测 阿南德早在2023年9月10日的节目中 就做出过这样的预警 如果当前摩洛哥地震的死亡人数 低于5000或1万 那么可能会在2023年10月至12月之间 或在2024年4月至5月之间 发生另一场重大自然灾害 可能是地震 2024年初也有可能发生 我们都需要非常小心 风水豪说 2023年有如此多异象发生 2024年更加多异象和异象不到的事发生 风水豪解释说 凡是运转运都会发生大事 例如2003年 当年七运转八运爆发SARS疫情 风水豪继续分析 刚刚过了立东 中国大陆和香港便发生许多怪事 甘肃发生地震 北京的地铁车厢断裂 香港又发生多宗关于狗的新闻 狗暴毙 狗被毒死 2024年交通事故会很多 车 船和飞机的意外会很多 一个例子 刚过立东 北京的地铁就发生车厢断裂的意外事故 这并非偶然 只是个前菜 现在八运开始转入九运 2024年将进入九运 八运退下 更挂代表了八运 更挂也代表了少男少女小朋友 八运退 造成了很多小朋友生病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小孩 很多都染疫了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儿童也感染了呢 我们频道在前面的节目中 也给大家揭示了其真正的原因 说到底 这是中共洗脑娃娃的恶果 换句话说 大量少年儿童在中共的洗脑教育下 思想被中共党文化毒害了 邪灵文化渗入骨髓 难免就会被中共病毒供上身 首先是中共在中小学教材中篡改历史 编写各种谎言 如将红军逃亡宣传为北上抗日 将南尼湾种鸦片美化为大生产 将只会搞地道战游击战的新四军 八路军描绘成抗日的中流砥柱 其实真正抗日的是国军 而真正一边逃跑 一边给国军使坏的正是共匪 这里我们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 尽管中共一直把国军称为国民党军队 可是真正的国军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党派 之所以称为国军 是因为他们将自己视为中国人民的军队 大家都知道长春围困战 共产党为了困死国军 连百姓也不放过 共军在长春城外筑起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 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士兵拿枪守着 不让长春居民出城 造成大批难民卡在国军守城县和共军围城县之间的地段 称卡空进退不得 当时仅城东巴里铺一带的卡空 极有约两千鸡民饿死 1948年9月9日 林彪等人给过毛泽东一个长春现场报告 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 鸡民趁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 经我赶回后 群集于敌我警戒县之中间地带 有此恶弊者甚多 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要求放行 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 有的驰绳在我港哨前上吊 战事见此惨状 有陪鸡民跪下一道哭的 说上级命令我也无法 有将难民偷放的 经纠正后又发生了打骂捆绑 甚至涉及鸡民的情况 这是中共自己内部的记录 可是今天中共却恬不止尺的说 这些都是国军所为 恶事做尽的中共极尽洗脑之能事 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也不放过 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 要求各地幼儿园 中小学开展上党课学党史活动 要求少年儿童听党话跟党走 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此外中共还通过升旗仪式开学第一课 微信学习等各种方式 针对少年儿童进行洗脑 被中共党文化毒素侵蚀后的孩子 在中共病毒的肆虐中就再劫难逃 那么有没有避疫的灵丹妙药呢 有 我们在节目中不止一次说过 三退保平安 孩子也一样 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香港命理师风水豪 对2024还预测了什么 2024是雷火风卦 项曰 雷电皆致 风君子以折育之行 雷电齐发 自古有执法的意象 风水豪分析呢 卦象显示2024上天会惩罚坏人 意象都出来了 人不知悔改 上天就会惩罚人 那么要如何避灾 风水豪说 我多次在节目中说了 要避开天惩罚之年的大惩罚 就要做个好人远离邪恶 不要与邪恶太多交集 行善积德 别做违背良心的事 五毛剑盘侠要留心 别只顾攻击人 死得更快 此话一出啊 剑盘侠和小五毛大五毛 可能更猖狂了啊 表示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吗 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天若要其亡 必先让其狂 别急啊 2024的疫情如何 风水豪表示 到了假晨年 疫情会退去 2023年是鬼卯年 疫情是关系到鬼水 鬼水呢 代表疾病 瘟疫等 到了假晨年 鬼水会进入墓 代表疾病 进入了坟墓 表示疫情会进入正常水平 最后呢 关于2024年台湾总统选举 谁会赢的问题 风水豪说 这无需预测 我一早说过 赖清德会赢 其他的候选者 一个不够资格 一个的八字被赖清德咬住 富豪郭台铭 则退选 还有人预测 香港股市2024 有望升到4万点 风水豪说 之前股市升到2万9 沈大师说会升到3万 他被我怼到神隐了 升到4万点 真是开玩笑 香港的楼市和股市的大跌 两大领域都不好 任何论调说香港多好的都不可以相信 风水豪给市民忠告 买房子自住没问题 但若炒楼就不行 会有亏损 钱要存放在身边 存放银行也不太安全 关于战争方面呢 比如如何看以哈战争 风水豪表示 哈马斯连打的资格都没有 他后面有组织撑 不撑他就打不好仗 最后呢 风水豪说 生肖龙狗兔牛的人 在2024年翻太岁 大家记得要去泄太岁 最好是闻太岁 跨年的钟声呢 就要敲响了 希望这是为恶人敲响的丧钟 为仍然悟在谜中的人敲响的景钟 为善良美好的人们 敲响的进入新一年的新年钟声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